- 苏本,回来会不会物是人非啊?从来没想到马路会那么猥琐 - 不可能,不可能打着一个吧,苏本他妈的,连打里拼男都有点虚,他怎么打马路 - 那倒是啊 - 再说了,打到大后期,苏本大后期打里拼男都打不过,他怎么打到一马路的大后期 - 那倒是啊 - 这场比赛已经,已经没有,就已经,我觉得就打个1比2就不错了 - 苏本只能无脑冲了呀 - 对,他倒是就无脑冲了,他没有别的选择的 - 他没有别的选择的 - 现在有四季的力量 - 苏本是有危机的,但是很危机的 - 苏本是有危机的,但是很危机的 - 开始了 - 苏本在这次GSL的,就打之前他的目标是晋级,晋级到正赛 - 其实现在对于他来说已经是超额完成的这个任务了 -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场 - 能拿亚军就不错了 - 兄弟,能拿亚军就已经赢了 - 什么叫不错,你们这话说的 - 苏本就回来要想迅速恢复实力,还是要等很久 - 半年时间肯定是要的 - 现在看,就是兵一回来的选手里面 - 小黑友是最猛的,最有天赋的一个 - 也可能是练得最猛的,这也不好说 - 啊对,肯定练得很猛 - 慢狗开啊,上来,他怕野兵赢吗 - 他肯定是自己放战术啊 - 先生夺人 - 怎么放战术吗 - 马入裸霜啊 - 绕狗,绕狗蟑那 - 马入裸霜啊,干嘛不行吗 - 裸霜 - 对啊,我绕狗的啊,来啊,你裸霜 - 他绕,绕不了,只能绕两条狗就有什么用嘛 - 他怎么反而这个战术被马入克了,好吗 - 绕两条狗,绕到什么东西 - 应该绕六条,四条狗 - 四条狗,四条狗 - 还要,都在那里 - 还行,四条狗还行 - 观众问下巴,下巴没队现在,下巴没人要 - 下巴跟AlphaX到齐之后,他就离开AlphaX - 也没有听说他欠新的 - 他在AlphaX - 他在AlphaX最多最多能拿到1500刀 - 我估计啊 - 顶天的吧 - 顶星的已经算是 - 应该是没人要吧 - 之前书本的采访里面也提到过下巴 - 他说Classic根本就不练 - 朋友很多,他说Classic朋友很多,每天都出去玩 - 他说我没朋友,所以我每天都在练,所以我那么强 - 哈哈,我没有朋友,我只能每天在家练星期 - 好嘞,尴尬嘞,这什么四条狗,什么都要不到 - 你让一个这种军营回来的选一选每天 - 再很刻苦练习啊,什么样的话 - 除非他真的是有目标 - 国内的人不会要,国内战队凯兹跟DPC都不会签 - 不会,绝对不会签 - 他上来要那么高价钱 - 然后没人要,然后你再过来要更加钱 - 而且你没打出自己身价 - 马如直接揭化了就看 - 对吧,你也没打出自己身价 - 如果是你真的很屌,你回来是小黑热位置 - 那可能还是大家会找你,会找你聊一聊的 - 对吧,你把接受你阵赛都进不了 - 你跑过来说你国内战队要你,要你来干嘛嘛 - 签你还不如签那个SkillLoss呢 - 还年轻点,还有点冲劲 - 战队也很现实的呀,你有实力自然会找你 - 现在,而且现在战队赛就明显现在已经是趋于稳定了 - 大家其实没有像最开始那么有这种招兵买马这种心态 - 现在没有了,所以说已经过了大家竞争很激烈的那个时期了 - 现在就相对来比较平稳 - 尔西特的组宗的2比率是ignet 这边是直接给他来了一手 蓝火火车 石火车烧脸 这感觉书们要糟纵啊 书们喜欢抱狗的 真的要糟纵 是吧 他就上来 被烧成弱子 他干嘛还烧双线 他直接火车霞 其实可以烧一个双线 正面火车A 然后家里面在火车直接烧 我感觉书本走远了 你妈了个鸡 你就这样对待一个老人 你妈个蛋的 不有报应呢 书本人都傻了 蓝火火车我认识 变身 完了 正面也来 正面好像也要来 你妈变身 关键是蓝火 不是蓝火也算了 你妈他来不蓝火太夸张了 你妈这狗怎么打嘛 他吃死了书本 你妈不出毒爆什么的 书本就觉得自己女王多操作好 哇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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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这样误一下人没了 马路多现出了点问题啊 但是问题也不大 反正也不大 就不管怎么样都很烧 书本的问题就大了 书本问题就很大了现在 狗已经蓄不过来了 马路操作还是出了些问题 对 各种跑路 各种跑路 不至于 马路如果操作好一点 烧得好一点 书本不计已经烧没了 已经快 对吧 但是很爽 对吧 这个操作还是有问题 可能马路都没想到 这波火车侠居然那么顺利 对啊 书本没出毒爆中潮 哇 这个 这也不能怪乎 速卖地雷 我靠 他竟然用这一招 这 这不是Q2这招吗 这招书本绝必没见过 不是见过 见不见过的问题 这没见过 没见过 这个没见过 这招没见过 哎呦 没炸出来 这招没见过 这招是之前Q2对付 还有火车 还有火车 对付Sero和雷诺的战术 不过由于 由于那个速卖地雷是削了 所以没有以前那么凶了 至少还有个反应时间 要换以前的用地雷下来的话 那直接大傻 我知道速卖现在很气 然后再转成生化不对 书本都必定能判断成对方是生化不对 他吃了狗毒吧 没问题 吃了狗毒吧 也能打 不停的投了呀 这个时候 不停的投 哇 没了 没了 欺负老年人 这个真他妈欺负老年人的 这个属于 他还防了一线 我还是上面在大 真的欺负老年人的 哇 考24个 马路我是你爹 壁雷我是你爹 不 这个战术书本没见过 这个是当时是 2021年上半年的事情 估计都是 对吧 去年上半年的事情 书本那个时候还在兵役 当时Q尔用这招创出来 然后是赢了 还赢了不少人 对 生气没用的呀 这个 妈就想死了 刚好书本那段时间在兵役 哪个老选手不生气呢 他俩没了呀 书本 羽王大人很多啊 但是独暴数量现在不是很足 羽王只要倒了就积极了 你狗上去都是送的呀 他有火车霞的 狗一点用的没有 他说关键是来蓝火的狗 穿了穿了穿了 女王有点站不住了 直接穿了 妈的还 刚好 盾牌刚好 刚才没有盾牌 狗根本咬不动啊现在 出多少狗死多少狗 就四个女王咬不动了 女王能量到很多 可以更加 但是你这个 马入四荒打你四荒我靠 我靠 火车下屋一下狗一瞬间就 算了书本 你妈的 中了无耻小儿的蓝火火车素 买地雷 算了算了 下盘 打下吧 他今天也挺能扛了 已经把已经 基本上把运输机能量都扛完了 打下吧 生气了 哎 这狗逼 这太他妈狠了 陷入了深深的城市之中 哥你妈的去的时候 还没有这种战术 这他妈什么战术 没见过呀 这个战术 怎么变成深化部队了 不是蓝火火车 这应该是机械化的嘛 感谢学生一本一吻前来还原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可以哦一本 只是 不是 最高的 敏键 最高的表情 请 最高的表情 对 对 孔子 一分 一分 明天也有GSS 对的 这两天都有 他们调了这个时间了 因为他们要那个要 要往了西亚站 所以说没有办法 感谢学生一本 已稳前来还愿的飞机 感谢兄弟 说本这把怎么打吧 明天播的明天播的 明天播我们肯定不修 这个星期都修不了了 123周末 这个周末还有瓦鲁西亚站 有事儿就不修 对啊 那没事儿的话可以修一修 那这个周末是不是也没有战队联赛啊 这个周末 你怎么有战队联赛 肯定没有战队联赛 那大家都在打瓦鲁西亚怎么打 对啊 全部都在瓦鲁西亚 战队联赛也没有 只能往后演啊 这周反正周末也有比赛 7月16号国家被不准休息 哎呀 能休一下嘛就休一下 休不了就算了 我昨天也没怎么睡好 昨天我 这几天国家被搞的生物钟很乱 我昨天4点钟才睡着 然后早上生物钟又很早又醒了 早上9点多就醒了 这样就一直睡不着 难受的要死 他们这个比赛 他们这个比赛小组赛 就今天明天打完 就要休一周 然后下周 下周才打 下下周才打 什么 接受是吧 啊 对啊 我是打多他打的 不是 是生物中现在年纪大了 有点调不过来 是不是嘛 嗯 有点调不过来 睡眠不好是 在我们这个年纪是正常的事情 好不好 这种妈的狗压过来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妈的狗压过来有什么意义呢 4点睡9点起 这就是没睡够呀 4点睡要睡到12点才是正常的 睡7 8个小时吧 这是这是需要的 我昨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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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的子已经把抖音给删了 需要删了 妈的不删就 这个 你一刷就两个小时就没了 你妈的子在抖音一刷 我操就没 就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点睡觉了 一两个小时就没了 太浪费时间了 对 我也准备删了 我上次删过一次 后来又 后来是因为什么 我又搞回来了 我准备今天一会去把它下 妈什么今天 现在就删 现在就删了 妈了个鸡的 太浪费人生了 删了 又是火车 是这盘什么 隐形女妖 啊不不 隐形地雷 他怎么就一直这么搞别人数本 他觉得他防不住隐形地雷是吧 这个还好 不是树蛮地雷 隐形地雷到 神主有点怕 是不是 什么 虫主还好 他是正面火车侠 然后家里面投个隐形地雷 他是这样打的 这不是胜者主书 这这个是循环 循环赛 持枪赛 就是他们这个小主书 所有人输马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又来了 妈个鸡 哎 哎 算了算了 输不得反应 反应啊 反应真的已经不行了 运气还 但还好呀 四个 但我没说啊 这个人没打 那还打个毛啊 这种 老了老了 就正面一搞 家里面就中地雷 老了 还有各种多线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外面还在架解放者呢 哎 惨惨惨惨 真的惨惨惨 虽然有基本功 但是 没用 感谢晋升副厅 成功前来还愿的一个飞机 感谢你右头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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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重满大雷很烦啊 这还好不是速满雷啊 哎 女王又被摸了 冲杉升在解放者 撤你吧 已经想死了 这个时候 副厅 就一个飞机 这 是 那 这 那 有没有 副部 这你吗 都啥东西啊你们说的 其实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后听很牛逼了 不是很了解 好了直接删开 正面这一拳推过来 这怎么说 感谢一位博士前来还原的一个分析 我们这里面他妈怎么 又是博士又是傅听的 那傅听肯定比博士要牛逼多了 也很牛逼 我们这里面 这985都不能说话了 好赌包速度好了 马路操作不了 这个可以 赚的可以 他就要对这个 这个确实是什么 这个确实是什么 我会负责 这个确实是什么 这个确实是什么 这个确实在不够 那么什么 马路进攻节奏太快了 而且各种战牌也基调毕秒 基调毕秒 加起来 装 就书本毕与奔命啊 这个就真的是打不 其实从这盘其实可以看出 这个实力有差距 李培南跟马路 马路也有差距 马路打书本就属于走个流程 这一波提前拉开太舒服了 就占个便宜 这边一推就死了 李培南打书本还打得很辛苦 要放起 太轻松了 轻轻松松的二比 书本人都给打傻了 就内力又强 骚扰又强 正面拉扯又强 这种真的太难打了 这就是世界级的体力这样 就很轻松打书本 就走个流程 炸一炸正面推一推 拉一拉就拉死了 所以说 索然无味 马路打书 所以说 穆森